记者杨明以台北报道,文化部自26日起在台北机场佐力工厂一连举行三天四场光鼓动灯光音乐实验表演, 昨晚邀请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佛克纳军爵 Lord Richard Oliver Faulkner 与各国驻台办事处代表欣赏完成演出。 曲目结束后,佛克纳和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 Catherine Nettleton 遇上台体验极苦。 感受在国并鼓蹟中悄悄打打的特别经历。 文化部政务次长阳子堡表示,佛克纳为前台英国会小组共同主席是有名的铁道迷常来拜访台湾, 去年9月也来参观修复中的台北机场,文化部希望透过文化体验将吉古乐及台湾铁道文化资产向国际推展。 昨晚光鼓动表演由去年退休的台北机场厂长陈武昌担任影言人, 在台北机场服务44年8个月的他,一次一句都流露深刻感情。 接着由始古籍乐团模拟当年台北机场人士台铁主要车辆维修与改装基地时, 阻力工厂传出的检修桥打声演出七首曲目, 搭配去年世界剧场设计展WSD金奖得主邓振威的灯光设计, 带领近200名观众遥想此处的圈勇历史和80年来台湾经济成长的碧露蓝绿。 光鼓动是台北机场即去年11月举办铁道博物馆音乐会后再度办理的。 表演艺术体验活动文化部表示, 因为台北机场目前仍处于修复中两次艺文活动均才邀请制, 不过为扩大参与也透过文化部粉丝专业开放民众报名, 四场光鼓动约有120名民众参加, 都是一开放报名就迅速额满。 台北机场活化转型国家铁道博物馆原区实施计划预定2024年完成, 届时台北机场将成为亚洲最大铁道博物馆。 文化部表示, 台北机场原区预约导览活动去年12月起调整报名方式, 从原本仅开放10人以上团体预约调整为开放个人报名, 让台北机场变得更易于亲近。 欢迎民众共同来见证国定古机修复的每一阶段。 台北机场 原区预约导览场次及报名方式相见HTTPS Event Culture TWTRW10古籍乐团模拟检收火车的敲击声规划安排 七首曲目 文化部提供文化部赐长阳子宝又四起 英国上议院议员佛克纳群爵 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与观众一同欣赏光鼓动灯光音乐实验演出 文化部提供 英国上议院议员佛克纳群爵上台体验及鼓勒文化部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